开查家半岛发现一些机器的节点和机制年龄高达4亿年,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游客发现的,然后研究考古对这奇怪的化石充孔金属人柱体进行分析。 数亿年来,它们似乎已经化为一块石头,就好像它们已经成为它的一部分一样,当然还覆盖着厚厚的涂层。 看来石头填满了这些细节,也许这发生在火山喷发,或类似的强烈加热原浆的过程中,这一发现将我们所有的想法都转移了出来,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排除,这些石头具有缓慢转变的特性,或曾经有过这样的东西。 科学家说,有数百个作为机器一部分的嵌齿轮,它们状况良好,好像它们被冻结了很短的时间,有必要控制这个地区,因为很快就有好奇的人开始大量出现。 俄罗斯考古学家向美国同事报告了一个超级轰动的发现,并与他们分享了这项发现研究的第一个结果。 美国专家证实发现的化石事实上就是机器,现在专家认为,这些机制本来可以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存活下来,例如在沼泽中保存下来,你看沼泽非常适合这种情况,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代表着巨大的考古价值。 赞成这种假设的,是在相对较短的地质时间内,物体变成化石的情况,自然,数亿年来,该领土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,但是,所有这些变化,再一次超越了这些细节方面。 即使对人类时代最疯狂的大胆假设,迄今为绝,也无法确信人类文明,诞生之前有史前文明,因此,科学家们认为,所发现的机器,可能是来自外星的。 毫无疑问,在这种情况下,有必要修改许多科学办事,以往文明遗产的版本不太可能,最有可能的是,对于这样不可思议的遥远时代,真的存在高级文明。 1817年,两位考古学家,在美国密西西壁和西岸附近的一块石灰岩石板上,发现了两个人类的脚印,这两个脚印长约10.5英寸,脚趾脚分散,脚掌平斩,与长期习惯于不穿鞋走路的脚印相近,脚步强健有力,脚印自然,各种计算之表明。 脚印是在岩石和软石踩上去的,据鉴定,这块石灰岩石板有2.7,一年的历史,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拉克西河河床中,曾发现,有生活在白厄纪的恐龙的脚印,令人吃惊的是,在恐龙脚印化石旁18英寸半的地方,同时发现有12具人的脚印化石,最在意所思的是在1968年,一名业余化石爱好者, 在几块三叶虫化石上,看到了一只成年人大小,穿有片鞋之类鞋子的脚印,它的旁边是一个小孩的脚印。 三叶虫出现于海武际早期,这就意味着人类起码在2.5,一年前就出现了。 那时的人类还穿着鞋吗?可根据科学家的考证,人类穿上像样的鞋子,还不过三千年,很多证据都表明上一年前的人类文明水平已经高度发达,而且是整个星球的大范围的繁荣。 如果不信,请看下面的几个例子。 1851年,在美国一个小镇的猛岩床爆破现场,炸出的两块金属碎片金瓶装后,竟是一个雕刻精美,质得为银合金的中心气敏。 马萨猪在州某地区在6亿年前的潜含武际、岩石层中,发现了金属花瓶,是一种橙鲜白色的合金。 经测钉,含有大量的银成分。 在南北布兰宝衣服享誉全球,有上万年历史的壁画中,富人身着短袖套衫,紧身裤,戴手套,穿掉啊,脚穿便携。 三位美国人在一块形成旅50万年前的化石中,赫然发现了一块气扯火化塞。 南非的克莱克山坡,在28亿年的地层里,工人发现了几百个金属球。 法国在6500万年前的百恶级地层中,发现了一根金属管。 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说法,在超光速的前提下时间可以倒流,这样人类就就可以穿越时空到记忆年前。 可是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,超光速还遥不可及,人类的智慧真是有限,我们目前都无法解释这些现象。 或许我们祖先的文明已经高度发达,只是遇到了世纪大灾难,才遭到灭顶之灾。 或许所有这些都是外星人的杰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